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关于信心的事 我发现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信心不足 比如有些弟兄姐妹 常常面对侍奉和工作要同时兼顾 却因为时间和能力不足而做不到的时候 他们心里往往会觉得是自己信心不够的问题 又或是当我们都知道主教导说要彼此相爱 凡事交托给主 不要担心惧怕等等 但是我们却做不到的时候 心里就有障碍 有难处的时候 都会联想到是自己信心不够 然后心里就会感到无助或受控到 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挣扎 对所面对的问题 自动的会联想到是自己信心不足的问题 所以各位 若我们现在这样信心不足的情况里 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先一起来看 《独家福音》17章5节 这里说到使徒们来到主的面前说 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各位我们也像使徒一样 在信心不够的时候 就求主加添我们信心 但是你是否知道 这信心是怎么被加征的呢? 让我们再来看《独家福音》第6到第10节 主是怎么回应门徒呢?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下一粒节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把起根来栽在海里 它也必听从你们 你们谁有仆人 根地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上袋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 我们应份做的 各位 我们觉得信心家庭的奥秘 就概括在这两个比喻里了 那各位 何谓像节菜种的信心呢? 就是眼目转向那位成就一切的主 因祂是信心的赐予者了 其实主这里要强调 我们的信心被家庭 不是在于我们信心的大小 而是在于我们的眼目 要转向那位成就一切的主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小信心不能成就大事 只有大信心才能成就大事 但其实那间大事 不是我们的信心大小能够成就的 那是主在祂的全能智慧里成就出来 所以当主讲这个比喻时 是要把门徒对信心大小的关注 转移到信心的对象 那就是上帝了 因祂是信心的赐予者 如果我们一直关注信心的大小 你就会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是失败的 就像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或障碍时 总是会有一直关注着 要加添自己的信心 让自己的心有力量 然而主说 要知道是上帝成就一切 所以只要把你的眼目转向主 祂会做会成就一切的 那这里我们也要思考什么是信心 不是假信心 也不是吹大炮的信心 更不是成天宣告 却没有真信的心 上帝要的是最简单的 一个小子的信心 那便是最小却最真的信心了 所以不管你是刚信主 还是信主多年 你的信心若是真的 上帝就能通过你这个小信 来成就一切 因这个最小的信心是真的 上帝会用祂的一切来维护你 使你不跌倒 所以各位 当我们把眼目转向主的时候 信心就会领到我们身上了 这是我们整个信心家庭的 第一个奥秘 眼光不是关注信心的大小 乃是转向成就一切的主 因祂是信心的赐予者了 那另外 主耶稣 祂也用仆人服侍主人的比喻 来讲信心的功课 我们信心家庭的奥秘 就是我们向主 要存有向仆人的心境和心态了 什么是仆人的心境和心态呢 就是带着谦卑许己的心 来服侍主人 那仆人就是我们 主人就是主 当主说到仆人与主人的时候 并不是说主人是很刻薄的 在经文里面说 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 做该做的事情 换句话说 就是一个仆人服侍主人的时候 他是带着完全谦卑的心境和心态 我们要明白一个仆人 即使做得再多再好 他是绝对不能还清他的奴债 也不会比主人更伟大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 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是何等浩大 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还清罪债 救赎了我们 神买赎了我们的永恒 他的恩典是何等浩大 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障碍或难处 都不能靠自己做什么来解决或缓清 一个人做得再多再好 也无法比神伟大 所以若我们在神的面前完全地谦卑许己 认清自己需要这位主人 继续倚靠和服侍他 很奇妙的 信心并会恩上加恩地领到我们的生命里 所以我们看在雅各书四章六节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各位 我们绝不要把信心当作一样可以靠自己抓住的东西 信心也不是要伟大到仿佛能开红海 才能有能力跨越障碍和难处 这些反而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但是若一个人带着像仆人般谦卑的心 来到主面前 继续倚靠他 这样的人 信心必定继续加添在他身上了 那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挑战 有时来到主的面前很挣扎 有时自己也空到自己 但这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没有信心呢? 是不是就代表我们没有爱心呢? 其实真正的信心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和恩典的认识 所以不管我们的挑战和障碍有多大 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 看见主真是伟大的 是我们信心的赐予者 也是缓清我们罪灾的主 当我们转向这样的一位主 以真信心和谦卑的心 来到主面前俯视他 主不但会加添我们的信心来胜过一切 最后也必将我们与主一同得冠冕了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